我是赵婷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 与其说介绍一本书呢 不如说说散布一些善的观念 那除了善的观念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能够动手去做 实际去做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呢是方志所出版的叫做 《重福,做内心觉得应该做的事》 很高兴邀请到许峰元律师 律师你好 赵婷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许峰元 法语老师 现在还有律师事务所吗 有 只是我们已经不接诉讼了 所以我下面也不会养诉讼律师 但是因为我的律师事务所 从以前就跟保险公司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是办公室是共用的 那下面就是法律的人才 但是已经不需要养诉讼律师 前一阵子我在追那个最佳利益 就是陈慧玲 是一个很棒的制作人 就是雨后交洋的制作人 里头就讲一些律师的事情 那当律师呢除了诉讼 可能当然还有跟财务有关 跟商标有关的跨国等等 我发现说 哇 做律师真的要懂好多 回到你这本书当中 你现在过的是跟以前律师 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么多年 对 我已经不打官司 我看到28岁 现在是13年了吧 我捕捉大哥好多年 都会叫他这首歌 但是我其实这十几年来还是 反而处理的案件比以前多 很多 就是因为读者的关系嘛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人来找我 那只是我自己已经不打官司了 那我会试着去了解他的案件是 比如在什么区域 台中台北台南花莲宜蘭 那他适合哪一位律师 那我会交给我我信任的律师 请他帮忙这样子 台大法律系通常不是都从政吗 比较多 以前有人找我从政 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兴趣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料 因为政治人物 不是正常人能够做的 我没有说好或不好 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 就是新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那本书嘛 好久了 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 然后又谈到你的这个人生 那你的人生就很像戏剧一样 就小时候经济环境不是太好 那很不好啦 应该是说很不好 为了父母亲想打拼 对不对 然后考上了律师执照 爸爸就离开了 也是身体不好 然后想爸妈拼个房子 房子有了 妈妈也就离开了 但是呢 这样的人生当中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应该要多赚钱了 可是你整个反而是 希望有传递善的讯息 在这么多年当中 那就是你 这就是你想做的吗 这才是我想做的 因为金钱 我也很喜欢钱 只是说钱 在我年纪很轻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它的极限 那这个极限就是 它是很多事情 虽然可以透过钱完成 但是人生当中最最最重要的一切 其实都是无法透过钱完成的 就像巴菲特说过啊 他说 如果可以用20亿美金啊 买一个人可以发自内心爱她的话 他的爱不是感情 他只是类似像亲情这样子的爱的话 他愿意用20亿的美金买 但很抱歉 你用20亿的美金 你还是无法买到一个人真正爱你 那就是我 在我年纪很轻的时候 就是我的家人是一个一个的离开嘛 那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家庭 有了女儿 我才慢慢发现说 我的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人 一个一个的增加 那这个增加过程当中 那增加一个就20亿 增加一个就20亿 美金哦 美金哦 但是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面 其实感受到就是金钱它的极限 那当然我也觉得是我个人的福报 就是我本身的物欲 物质欲望不是特别的强烈 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有一台跑车 而特别的兴奋跟开心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买过车 然后 以前年轻会喜欢的东西 现在好像也没有特别喜欢 像劳力士的镖啦 等等 可是我现在蛮喜欢像什么Levis啊 看得出来你好像随时要去登山 或者是露营的感觉 那个是战术背包 那是美国特种部队的背包 那其实这些东西 就我的物质收入来讲 它很 我绝对afford起的 这样几千块钱而已 所以说金钱它是有它的功能的 我看到什么都可以买啊 OK的 可是它是极限的 在我差不多二十七八岁我就有感受到 那 必须讲就是说 透过出书的过程当中 去感受到我跟读者之间的这种连结 那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感受到自己的文字 对于别人生命的这种点点滴滴的 正向力量的时候 其实它让我得到是远超过于金钱得到的感受 譬如我们户头的金额增价说买是会开心 大家都会开心 可是不会一直开心 就像我今天买了一件我很喜欢的一双鞋子 就买的那一瞬间很开心 可是一个礼拜后在看 发现一直都没有把它从那个包装盒拿出来 因为你已经有很多双还没穿 所以它是很快就有极限 可是当我感受过我对于某些人生命的正向力量的时候 就像我书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回忆 这个回忆是我不断反复 任何时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感受到温暖跟力量 所以其实我们要唤醒很多的人 他们可能也都知道 只是说被生活或工作当中很忙碌 然后忽略了这一块 借由你的书 也许鼓励别人 也许是提醒了很多人 我们待会儿来聊一聊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有谈到了一个 其实好多的故事 当然还有一些 可能在监狱 或者是一些偏乡 但我觉得有一个故事很特别 就是你谈到了富二代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先讲到钱 我们等一下来谈谈您的分享 但是这个里头的内容 一开始就讲到了 不管是人啊 实地物都有 大家不用去猜是谁 好不好 只是告诉你一个现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呢 这个谈到了重福这本书 许峰原律师所最新的创作 做内心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觉得应该要做 可是他可能迟疑了 他害羞或等等 有些人真的是害羞 不敢去做的 可能帮助别人 或在一个会议当中说一句话 他觉得他在想 对不对 但有时候就后悔 那你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谈到了好多的人 当然有一些些就是市井小民 然后但他很努力的奋斗 那里头有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钱 我就会谈到 我就会想很多人会说 有钱真好 因为你知道最近大家在追 比如说ETF啦 股市啦 或者什么AI概念股啦 探权概念股等等 但是你这边写到了一个 就是说 其实有钱的人 也是有很多的烦恼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你有讲到说 其实没有钱的人 他最重要就是能够凭有钱嘛 对不对 当你是有钱的人 或富二代的时候 他的烦恼可能就跟我们不一样了 不管是有钱或没钱 这个没有钱的烦恼 没有钱的人的烦恼 通常是用钱可以解决的 那有钱人的烦恼 通常是用钱不能解决的 解决不了的 所以不管有钱或没钱 只要是人 我们都是充满烦恼的平凡人 那有钱人的烦恼呢 通常会是什么 你要看他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如果是第二代呢 这是一个共同一定有的烦恼 怎么超越父亲 所有的第二代都想要证明自己 但这就是他人生最大的驱动力量 也是他最大的陷阱 他这个陷阱来自于哪里呢 譬如富二代常常表现就是说 那我不要靠父亲 那我要自己创业 然后通常会赔了很多钱 又会回公司 因为第二代他最大的挑战在于 他从小到大的环境 他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人生 所以很多企业第一代 都会把第二代 先送去日本啊 美国去念书吗 意义不大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他们家假设 有个一百亿的资产 不要到一百亿啦 十亿的资产 然后他让他儿子领个三万块的月薪 让他从基层做起 可是他明明知道 他爸有一百亿啊 他怎么可能觉得说 那这三万就领开心的嘛 那第二代他有个很大的挑战在于说 他没有办法理解真实的人生 什么叫真实的人生呢 就像我昨天晚上也是跟一个聚会 那聚会有 他们就会 现在很多的第一代 会带他的第二代来跟我认识 那后来我就问那个小姐姐 因为大概二十出头 那当然已经管理很大的资产 他们家那种大楼都是商业大楼 一整栋在台北市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你可以理解一个性工作者 为什么要做性工作者 就是你可以理解你一天要接十个客人的感受吗 他说没办法想象 我说那社会上存在这种人呢 那当我举的是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人生 每一个人每个阶层 而当你是一个企业领导者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会跟你一样的 也不是每个人从小开个口就可以去欧洲旅游 就可以有爱马斯的VIP 不是每个人全身就可以穿着Chanel 所以 对也许他从小也还没坐过公车 因为他可能放学就有人接他回去了 这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理解一个人的人生 尤其是每个人生命中的苦难 是我认为第二代他在接班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当第三代又不通了 那你这个故事里头谈到 就是你跟这位富二代的大哥 这个走在 不是走在忠孝东路 是走在光复北路 市民大道 一路走下去 你提醒了他 你跟他说 其实无论你做很多事情 或超越你的父亲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爸爸创的事业 所以你应该找群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做慈善 他听到你的话了 他反而走出了一条路 然后肯定自己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二代三代他需要的 不是这么多的钱 而是肯定自己的价值 这个我觉得我们就趁着缘分 跟大家再讲深一点 其实我为什么说他必须 他不用去想要超越他的父亲 因为金钱 金钱或者是民事权位是可以比较的 善是无法比较的 譬如我今天救一百个人的命 跟我救一个人的命 没有高低差别 所以善是无法比较的 所以一旦他能够走上积善的路 去帮助别人的路 他不用跟他父亲比 他会有他独特的生命意义价值 而在他的有生之年 因为他也五十几岁了 他五十几岁才接班 就像他爸死太晚了 就是所以他接班以后 他其实把注意力放在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上 其实他就不需要 他不是要超过他父亲 超越 超越的目的不是赢过对方 是借过 我走我自己的路 所以善的这条路是无法比较 也不需要比较 你帮助的人 跟我帮助的人 不是数量 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一旦他走上这条路 他就可以走上他自己命定的真正的路 因为他生命中就是带有这个福报 就是他就是会继承这么多的钱 所以他需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个钱 而不是赚更多的钱 因为你的财富已经是正常人 正常人一生不可能赚到的 不可能赚到的 所以说转个念 让这个钱产生更大的意义跟连结 然后他每天醒来 他知道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就跟他讲说 你真的多一个零 他多一个零就变首富了你知道吗 但是他多一个零 他没有什么感觉啦 对他来讲 那我们一般人多个零会觉得 哇很多 没有什么意义啊 他没有意义嘛 比如说他有千亿跟 再多一个零也没有意义 所以说所有的第二代 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人生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思考一下 但是回到了现实 很多人说我本来就不是富二代呀 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谈到了很多的小人物 可是刚刚这个 我们许峰原医师有讲到 善是不能比较的 他们也行善 同时呢 在他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也不是小康 甚至很辛苦 可是他们也愿意来行善 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重福做内心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许峰原律师 在我们的现场 法语老师 对不对 我们待会来谈 我们刚刚还讲到说 在这本书当中 你讲到好的人 但是都有改名字啦 那里头有一个 我觉得好特别 就是他是 他是住在马祖 对不对 他也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他也算是小人物嘛 跟我们刚刚讲的 二代是完全不同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这个人物的原型 每次这个访问 我都会很紧张 因为这些人物 已经被我改到 改到把他个人的资料 都模糊化 但是这是真实的人物 他在马祖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那颖哥讲 他也算是 大陆新娘 可是他们是很尴尬的 因为 马祖那个地方的人 是在1949年 突然间在那一天 瞬间变成两个 不同的 这是 真的 瞬间的 就是说 马祖早期就是 那边的黄旗啦 常乐啊 那边的人去捕鱼 有没有 然后会住在 马祖岛那边 就1949年的某一天 瞬间就变成两个 再也没办法往来的地方 可是明明都是亲戚朋友 OK 所以他 因为他们距离中国比较近 对不对 对对 大概半个小时吧 坐船 那他们 所以后来他就嫁到了 马祖 因为其实他嫁给的那个人 都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啊 然后 他们早期就是 捕鱼啊 然后他是做那个 小蜜蜂 小蜜蜂就是 有有有有电视上有看到 就哪个工地有 他就会过说 卖槟榔 然后卖零食 卖什么 结冰水 有没有 对对对 那种东西 他就是在马祖的那个工地 做这个小蜜蜂 小蜜蜂 久了 因为那边的工人啊 建筑工地 他需要吃槟榔啊 需要喝饮料啦 最重要是便当 大家不要用台北市 去想台湾每个地方 马祖也要订便当 没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他如果让工人 自己出去外面吃饭 再回来 可能就两个小时了 所以后来他就在工地 煮饭给每个人吃 所以他每天就要 卖槟榔 卖烟啊 卖零食 卖饮料 很辛苦 还要煮饭 他一次要煮一两百个人的饭 很厉害 他就这样辛苦的赚钱 可是他做了很多 帮助很多人的事 对 我觉得他好善良 你书上写到说 他开车 比如说他可能要去一个工地 可是因为你知道那边的人 你讲人少嘛 大家都互相认识 他有时候看到一些老太太 他也会让他上车子 送他们回家 他就是 他个性使然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善良 很热心住人的人 是 只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就是妈祖啊 妈祖其实不管是 妈祖绿岛 蓝宇的一样 都有那个环岛公路嘛 和蓝甘岛 所以他就每天开车 送货就这样绕圈圈 其实他也只能绕圈圈 绕圈圈呢 他就经过 因为他中间有一个点 就是那个医院嘛 卫生福利部的那个医院 一定有老人在那边等公车 等环岛公车 看到他们就会载他们 然后就载他们回家 否则他坐公车 还要再走路回家 妈祖的路不是平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 全部是高高低低的 那个石岗 石岗岩 花岗岩地形 他就每天这样送老人啊 然后一边送货 一边送老人这样 他就每天做这件事 然后像他们都有那个叫做共餐 就老人共餐 他就会煮东西给大家吃 因为他先生捕鱼上来 他觉得某些鱼不错 他不是挑不好的鱼 他会挑很贵的那些黄鱼 大家可能不知道妈祖 妈祖的野生黄鱼啊 跟台湾你吃到黄鱼不一样 一个这样子 一个巴掌 大概就超过三千块了 我知道听说黄鱼现在有卖到一万的 很正常 野生的黄鱼 两千多块的明币 差不多就一万多块 所以他就会把这些好的鱼货 去煮 自己煮 他很会煮饭啊 就煮到那个共餐中心给老人家吃 那所以他其实就做了很多的这些好事 那最后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福报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没有钱 然后一到有一天 他们那边有一间那个房子 一个地 一个机灵地 很小的地 大概十几平大 十几二十平大 那那人家建商想买就一直跟那老先生杀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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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坏的老先生就不想卖 后来他们知道这个小妹啊 他们就叫小妹嘛 不是小姐姐 小妹 他们就叫小妹 小妹说 这个 这个你们想要买自己的地要盖房子啊 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房子 还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那我这个地卖给你 他说可是我们还没有很有钱 后来他就那一块地哦 卖给他十万块台币 地耶 地 大概二十几平吧 十万块台币哦 地哦 他们就觉得不得了 然后他们就现在就盖成一二三四层楼 自己的家 二十几平地平嘛 然后 所以他真的这个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他只花了十万块台币 买到自己的一块 自己的家 因为他做了好多事情 大家都看得 看得在眼里 而且他是间谍哦 你们问过他 他为什么会 他觉得很自然 对不对 心善是对他来讲是很自然 他一定有一个起心动念嘛 这就是一个人的福报 就是我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当我们愿意啊 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的那一瞬间啊 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太阳 内心都有一个充满向善力量的太阳 闪现的那一瞬间 而这就是一个人的福报来临了 而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受到某一些正向的回馈 这个正向的回馈呢 会持续地去灌溉 我们内心的那一个力量 它是会反复的 而这个反复呢 其实就会产生一个 就像一个小小的善源种子 会慢慢地发芽 慢慢地茁壮 到后来啊 我们去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 从旁人来看 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不平凡的慷慨 像陈述菊阿嬷一样 可是实际上对他个人而言 你去观察陈述菊阿嬷 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 就像劫差 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 都是什么 自然而然的 所以其实帮助别人最大的回报 并不是金钱或地位 帮助别人最大的回报 只是让我们更愿意帮助别人而已 好棒哦 所以可是你告诉大家就说 在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平凡的小人物当中 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还是回推到自己啦 就是说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是跟自己有关 可是自然而然 那个善的循环 就会循环回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聊 欢迎回来咯 今天邀请到许丰元律师 介绍他的新书《众福》啊 他说啊 福在基善 从来不是无稽之谈 这个系列的作品 长销超过十万 对不对 其实本来不是十万啦 九万八千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因为很多人想要 更多人看到你的书嘛 所以你们有弄一个 那个什么 是叫图书箱吗 共读书箱 共读书箱 那个不是我用的啦 那个是学校 他本来就有这个制度 就是共读书箱就是说 因为以前你要孩子 自己去图书馆借书 几率不大啦 那国文老师 或者是阅读推动老师 他就会把书 放在一个箱子里 那大概四十本 一个班嘛 那发下去全班就强制 一人一本嘛 一人一本 然后你两个礼拜 或三个礼拜收回 然后写新的报告 然后再把这个书箱呢 传递到下个班 然后一个班 一个班的这样传递下来 这个叫做共读书箱 对 所以你看 我觉得好有趣 就是之前你书上有写到说 一个编辑说 我们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冲到十万本 那时候是九万八千本 对 差两千本 最主要是那时候 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差两千本 两千本就没有想到 你的朋友就跟你说 他也希望能够 很多学校有共读书箱 可以看到你的书 然后你算一算 就正好是两千本 这个是前面有个 先有个小故事 是那个台南的深宫女 就是 因为我去圣公女中演讲 然后 主要是他的张雅惠老师 他很喜欢我的著作 然后那时候 我跟他互动起来 就觉得他是一个 很善良 很用心的老师 很年轻啊 跟我差不多大 然后可是他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 因为实在太忙 然后后来身体就不好 那不好的时候 医生原本是说 他要住院嘛 可是他 他原本不想 因为他第一次去看 医生就说你要洗肾 他说我没有看过医生 然后第一次看医生 就要洗肾 就要洗肾 他说我要靠我自己的饮食调整 结果 可是后来调整的状况 不是很好 就昏迷 送医的时候 医生紧急洗肾之后 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强制住院 住一段时间 那他是我的忠实读者 偶尔每一本著作他都有 那时候刚好发行击散 刚发行击散 那他就买了我的书 那他就想要阅读 那他记得他住院的那天晚上 他就叫他姐姐啊 把他家里 我的书都带过去给他 那他就都很开心 他把我的书放在那个病房的床头柜 病房的床头柜上 然后他就阅读 可是那一天半夜 他就突然间心脏麻痹 心脏应该就是抽筋吧 就去世了 那因为那个紧急洗肾 那个电解质啊 身体的电解质会跑掉 那你刚好跑掉在心脏 那他就走掉了 那走掉之后呢 他的姐姐就买了我的机扇 他就送个这个贡毒书箱 要捐赠给圣公女众 那这个钱是他们办完妹妹的商礼 剩下来的钱 那时候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后 我觉得蛮蛮触动的 就是说 张爱惠老师是一个很努力的好老师 那说的同学都非常难过 那时候我就有个奇心多年 我就找了几个企业家 就捐了 因为我当时有六本书嘛 积散已经有人捐了嘛 就他们家人捐了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草哥 他也捐了一箱 是他们他姐姐的好朋友 那其他箱我就 其他四箱我就找 利保集团的利保文化基金会捐赠 还有政远保险经纪人一起捐赠 那所以我们就圆满了这一个捐赠活动 那等这个捐赠活动结束 他们都有收到那个感谢状 说到感谢状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个生命的故事 开心然后又感动 对又感动 那后来出版社就打给我说 说老师我们现在这个书 累积已经达到九万八千本 但十万本对一个作家 作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可是那时候三级警戒 连张远慧老师的那个书香的捐赠仪式 都延后了 因为三级警戒 疫情的关系 然后他说可是两千本不容易 在这个环境中 可是我这个是真实故事 我就在T加2 什么叫T加2 就是我接到出版社的电话的 T加2 隔两天 隔两天 我真的就介绍 接到这个利保文化基金会的 吴秋贤执行长亲自打给我 他告诉我说 他受到这个圣公女中的感谢状 他非常的感动 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他想要再捐这个其他的书香 那我说 那你要捐几箱 他说 那不然每个都先捐五箱 你看算一下多少钱 每一本书都捐五箱 五箱 就每一本书两百 每一本书是四十本嘛 对 五四嘛 对 两百嘛 对不对 数学不好 每一本书剩下五本都捐五箱 五本都捐五箱 一箱两百本啊 一箱四十本啊 一箱四十本 四十乘以五 再乘以五啦 一千本对不对 那你注意听哦 一箱本啊 对 然后用计算机按 一律师数学不好 耶 然后我就按计算机 打给他之后 他说 这样子哦 那不贵 那我们再 就再多一千好了 所以我捐两千本 然后 听到瞬间我毛骨悚了 并不是因为两千本 多少的钱的问题 踢的那一天 差两千本 对隔两天后 我就得到这两千本书 我跟出版社回报的时候 出版社傻眼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两千本的 这件事情 就是说五秋全执行长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出版社那一天就开全公司会议 所讲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生命当中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人力啊 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它需要的是一种善力量的汇聚 它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你觉得这个有点类似 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 前一阵不是很流行的吗 就是跟上天许 跟宇宙许愿吗 对不对 其实这个有点类似这样子吧 是吗 可以类似啦 但是我认为 不要把这种力量去取决于一个外在的一个天 人跟天是合一的 人心与上天是合一的 当你有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产生力量 所以要向你自己的心许愿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因为你想要得到什么而去做 你应该先去做 你自己慢慢感受到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不要因为我想要什么而去做 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没错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咯 我是赵婷 今天介绍的是方志所出版的 《众福做内心觉得应该做的事》 现场是法语老师许丰元律师 他出了很多的书 像是年轻不打安全牌 这个很多人很喜欢看 年轻的朋友很喜欢看这个 对这本《拿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基善》还有《内心的太阳》一直都在 有好多好多本 那这本书当中《众福》 其实就是《基善众福》嘛 它是系列的对不对 基善然后众福 人就像你书上写到了 其实是什么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的五读书 五读书 这先不能让我女儿看到 他说哦 五读书才是读书哦 那但是说实话 很多时候真的是可能跟命运 或者你天生带来的 如果你当然相信的话 是天生带来的习性有关 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好的习惯 有的时候就是与生俱来的哦 那回到了你这本书当中 其实你谈到了是好运气 其实来自于好的生命态度 就大家都说 我运气不好 我运气不好 其实可能跟你自己的生命的态度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每个标 其实都 都有点类似我们以前年轻时候 念的王鼎君的书 人生 但你年纪还轻了 人生什么 人生三书嘛 什么人生世今世 就是其实那个标都下得很好 好的生命态度 谢谢 其实众福啊 我常问 因为我很常演讲 在演讲的时候 我对文听众有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都坐在下面呢 听了一样的课 看了一样的书 甚至大家做了一样的训练 为什么有的人赚得到钱 有的人赚不到钱呢 如果成功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公式 是有一种套用在每个人身上 都做得到的话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成功 有的人不会成功呢 所以他让我慢慢的去省思 这个人生啊 就是人与人之间 最根本的本质性的差别 是福报 是福报 举个例子来讲啊 就像有个卧宾在床的 爸爸或妈妈 有五个子女 那五个子女呢 有的人呢 比较有钱一点点 他有时候会多负担一点钱 那有的人有多一点点的时间 他多做一点 那为人子女 效仰父母 是每个人都认为天进地义的事情 每个人讲起来都讲得偷偷是道 当然要效仰父母啊 要报答父母恩情啊 可是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 当你真的遇到长期握病在床的父母的时候 当你需要多付钱的时候 当你需要多付出时间的时候 你真的是甘愿吗 你的怨言可以忍受多久呢 一天呢 一个礼拜呢 一个月 十年吗 所以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 我们做不做得到 可是其实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其实能够做到 就是你能够多做一点啊 就是因为你有福报嘛 你有福报 你有钱 或你有闲 你才能够多做一点 那道过来讲 更深刻的去讲 就是因为你做到 所以你才会有福报嘛 所以做得到 才会有福报 有福报 才会做得到 所以终究我们明白 所以要思考一下 做到就是福报 福报就是做到 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在此时此刻当下的我们 只要我们能做到 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 我愿意做到 我能够做到 而且做到的那一瞬间 就是福报 总有一天会明白 只要能够做到 就是福报 有福报才能做到 就像我们今天也坐在这边 去坎坎而谈 去得到这一本书 就是因为我们有福报 所以也捡 换一个角度来讲 听众朋友如果先听到 也是有福报 我常跟孩子们说 只要你愿意拿起一本书去阅读 当你还有心要去阅读 你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否则当你身在一个 颠沛流离的环境 当你身在一个充满吸毒者 暴力的家庭当中 你真的能够有时间阅读吗 你真的能够放下心来 好好的学习吗 回到那个暴力的 在书上有写到很多的这个角色 当然他已经换了不同的名字 他们也是在一个很颠沛流离的人生 前半步是颠沛流离 或者是说他原生家庭的状况 然后他后来靠了自己 中间有些朋友入狱啊等等 但他可能在某一个点 听到了一句话 看了一本书 其实就改编了 其实这就是他自己的改编的开始 他当时啊 他就是读了我的书 他有一些希望 他有一些想法 他认为说啊 我一生也许不用成为一个 功臣名就的人 其实路肩服刑过的人啊 他对于成为功臣名就的人啊 不见得有那么奢求啊 可是一直到他读到了 做一个简单的好人的时候 他非常的触动 因为他发现说 原来我可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我不需要去承受着 要功臣名就的压力 或不当的设想 因为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从社会观点 会觉得他是更生人 是有污点 可是纵使我有污点 纵使我是更生人 我依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好人 这件事情无关贫富贵贱 无关高矮胖瘦 是每一个当下 我们能够遵从内心充满 向善力量太阳的指引 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对啊 所以这个今天介绍了这本书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阅读一下 而且最重要就是 其实很多的事情 可能不是银行的存款部 而是你人生的存款部 那人生的存款部 可能不能靠金钱来做一个衡量的 所以呢 希望每个人都去做一些 自己内心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对 最后送给大家这句话就是 击散就是重福 重福就是做 内心觉得应该做的事 好再一次谢谢许峰原律师 方志所出版的 谢谢你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